Won't you tell your dad get off my back 這個樂團叫做Big Star 但是這是一個非常反鳳的團名 因為這個團從來沒有哄過 這個團的靈魂人物 主要的作詞作曲者也是主唱 叫做Alex Chilton Alex Chilton很有趣喔 他在十多歲的時候就組過團 叫做The Box Tops 而且這個團他才十幾歲 這個團就已經唱出了排行榜冠軍單曲 所以他還沒有十八歲的時候 他就長騙了所有搖滾樂手 一夕成名 少年得志所能夠驚豔的一切荒唐的 過剩的誇張的事情 然後那個團散了 然後他回到老家南方的Memphis 回到Memphis 組了這支叫做Big Star的樂隊 完全不紅 他寫了一系列好聽得不得了的歌 但是沒有人買他們的唱片 這首歌叫做Thirteen 他的歌聲有一種 像是 一直沒有離開青春前脆弱憂鬱的氣質 但是你很清楚 他已經不再那麼年輕了 這裡面有兩個名詞 第一個叫做Painted Black Painted Black 這個 是 The Rolling Stones 1966年的單曲 他們開始用更詩化的語言 去寫更朦朧的情感 但是呈現的是更黑暗的風景 它是 Tiny Boy 是 Tiny Bo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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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Tiny Boy 是 Tiny Boy Tiny Boy 另外一個關鍵的句子 在這首歌裡面 是Rock and Roll is Here to Stay 這是一九五八年一個Dewop樂團 叫做Danny and the Juniors的一首唱銷單曲 很有趣 因為Rock and Roll在五零年代末期的時候 還沒有附加上那麼多後來的那一種 呃 躁遇的危險的氣質 它還比較是青少年赫爾濃分泌過剩的時候的一種娛樂的選項 Tiny Bo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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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滾樂 就在這兒 尿滾樂會長存泳存 木吉打 主唱跟和聲 就這樣 這首歌沒有副歌 他的三段學運是一樣的 很多偉大的搖滾歌曲都沒有副歌 13這首歌它可能是我 要我去做我的人生的精選機 我只能選十首歌 我應該會把這首歌選在裡面